我們沒有辦法代表任何黨團回答,我們只能代表我們國民黨團回答 今天國民黨團就是收到院長的開會協商通知 從原本下午兩點半改到下午三點 也因此我們就是在三點鐘準時的提前五分鐘抵達會場 因為我之前也都看到說韓院長都會準時抵達 所以我們就前五分鐘我們就抵達會場 我想我們還是本於上個禮拜五 我們在這一次的這個最後一次院會三黨同意都要用民主的意識規則 好好的來通過福國立民的民生法案 尤其是大家所關注的 所以一方面我們在禮拜五跟禮拜一的時候院會來二三讀 另外一方面還有沒有達成共識的議題法案 我們就趕快請院長繼續的協商 雙軌並行的情況就是希望在七月十六號之前能夠繳出 滿意令國人滿意漂亮的成績單 很遺憾真的我還是再一次強調 因為新住民基本法新住民權益保障法上禮拜三二 上禮拜協商完畢各黨都已經簽名 並且跟韓院長大家都一起拍了照 卻是在禮拜六的時候 還有民進黨團拿來當作是攻擊的一個工具或者是攻擊的理由 我想真的解鈴還需信鈴人啊 既然如此的話民進黨身為現在執政黨 是不是應該更寬容更有大度更有氣度的來好好的跟民眾黨來道歉 我想這才是我們朝野協商能夠繼續走下去的唯一解放 我們等一下協商的包括有健保點值的部分 包括有相關的刑法的部分 這些也都是福國利民 也都是民眾所關心的 也都是醫藥界大家所重視的 難道民進黨下午也因為這樣子而不打算來繼續協商了嗎 當然明天就直接做表決也是一個解放 但是民進黨過去不是最喜歡講說沒有討論沒有民主嗎 那為什麼我們真正正正在討論的時候 又不願意來好好坐下來協商呢 所以本於讓議事順利進行的原則 我想還是各黨都要有互信基礎 如果沒有互信基礎 人前手前手人後下毒手的話 這樣子的做法 我想各黨都沒有辦法開誠布公 開誠布公才會是我們能夠為全民一起在新國會新民意 討論展現的最好方式 我想我已經一而再再三的已經講過了 當然程序委員會他就是立法院各黨派依比例來推派委員組成 所以立法院一百一十三席是台灣兩千三百五十萬人的民意展現 程序委員會也是一百一十三席的民意展現 所以各民意展現當然大家都要互相的尊重 總不能說贏你是多數的時候你講多數的話 你是少數的時候也講你是少數的話 那這樣子就沒有一定的標準了 程序委員會如果說真的沒有辦法來做這個相關的表決的話 那過去制度為什麼不設計成就直接只要連署通過之後 直接就可以進入院會來排審 而不是經過程序委員會 既然要經過程序委員會就代表他有一定的功能跟一定的主張 而不是說你今天你的提案已經有違憲之餘 然後還要硬要強迫別人一定要同意你的提案才算是民主 所以任何人都可以對於提案來表達立場跟主張 那我想各委員互相的尊重 那委員的提案也都可受公平 我想這才是一個良好國會應該有的理性展現跟訴求 目前是我自己出貨還願打希望我們的黨派辦公國來 因為我相信我有執行我是我們黨派 我稍微委員當中我對健保是最熟悉的 那總召他們有說他們會出席嗎 總召應該是不會來 今天原則上本來我們要做一協商 因為我們對這個影響對我的太多 我大概有高度的抗議 但是我是自己去要求說我希望能夠對健保這個委員能夠有所表達 因為我參與了快三十年 我覺得有一些重點我必須把它說清楚 謝謝委員 好 謝謝你們 3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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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想到他們 OK OK 阿維 你辛苦 好 謝謝你們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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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當然覺得非常的遺憾 那會期最終兩天 今天的朝野協商的效率會決定 最終的第一會期會期末 我們能夠通過哪些法案 帶給人民什麼樣的立法成果 那我們今天上午也開過記者會 民眾黨大可不必為了已經協商完成自己也簽字同意的新住民權益保障法現在來翻桌不認賬 我們認為任何的議案主張都要能夠由雅量來接受社會各界的檢視 那今天他們選擇用這種撤簽甚至是杯葛後續的議案協商 一來是視視自己國會議員的職責於無物 二來也讓韓國瑜院長 給院長陷入了一些主持協商的困境 畢竟院長主持協商就是希望能夠各黨會去共事 以其在會期末通過社會期待的法案 但如果民眾黨退出協商 我想這也是對於民主協商機制相對可惜了也不夠尊重 所以當然任何議程上的安排協商就是最後一關在表決前能夠藉由院長調和鼎耐的能力 讓各個朝野對於各個版本匯聚最終的共事 透過最終的對話來進行能夠存同去義 但是如果民眾黨退出協商 那當然可能讓部分的法案就不禁協商直接表決 我想這對於民主制度民主程序的傷害其實是非常大的 任何一個黨團都身兼對於各個議案來透過論述 透過對話來凝聚共事 如果真的難以匯聚共同的見解再交由院會的表決 所以民眾黨今天的退出協商某種程度就是讓協商又快轉又跳好了 因為很有可能今天的協商沒有具備各黨的簽字同意 確實讓部分議案就不禁協商的共同結論直接交付院會表決 沒有討論不是民主沒有協商就要表決 我想這不是社會期待的國會效能 好先這樣 大家都說我變漂亮了 其實是氣色好 肌膚保濕做得好 氣色自然漂亮 我選擇KS皇家呵護 蘆薈保濕舒緩凝膠 因為它用國際蘆薈協會認證高品質的庫拉索蘆薈 含有大量的黏多糖體 類似於玻尿酸 可以幫助鎖住皮膚水分 讓肌膚長時間保持水嫩 還運用TTS技術增強蘆薈的生物活性 修復舒緩日曬後的各種不適 KS皇家呵護蘆薈保濕舒緩凝膠 幫助您隨時擁有水潤肌好氣色 呵護您呵護全家人 專屬你的KSRoyal Car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